女人斜趴在地上 双手扯住头发将其往两边扯下 露出了那光滑的鳞片 随后退去身上的衣服 缓缓地站起身来 露出獠牙的血盆大口 不断地吞吐着蛇性子 盯着眼前被吓得面红耳赤的男人 女人之所以变成了蛇 这是因为在当地的传说中 人们相信森林中存在着一条美丽的蛇神 据说蛇神的体内隐藏着一颗神秘的玉石 拥有赐予人类永生不死的力量 这个传说引来了众多别有用心之人的记忆 其中包括来自美国的迈克 迈克是一个身患绝症的美国富商 他渴望获取蛇神体内的玉石 以实现自己的长生不老之梦 为了达成目标 他雇佣了当地的导游和猎人 他们开着一辆吉普在森林中寻找蛇神树叶至久 最终 他们意外地找到了传说中的蛇神 然而 正当蛇神与他的蛇夫享受幸福时 迈克威胁带来的手下去捕捉蛇神 却误打误撞抓绑架了蛇夫 蛇神呲牙咧嘴地盯着迈克 瞳孔里反射着他紧张的面旁 牢牢记住迈克的长相之后 蛇神便直接游走了 迈克将抓住的蛇夫带回去后 便将其囚禁在玻璃缸内 每天对其都是无尽的折磨 而这就是为了早点让蛇神拿玉石过来交换自己的丈夫 面对蛇夫被囚禁并遭受电击折磨的情景 蛇神的内心开始发生变异 他的区逐渐膨胀并开始往人形发展 先是变化出人类的五官 接着在闪电的胶织下进化出了手脚 最后化身为一位美丽的女人 随后她利用与蛇夫的心灵感应 来到了迈克囚禁蛇夫的村子 她站在山坡上 开始计划着拯救自己的丈夫 女人双手扯掉自己的头发 露出尖锐的獠牙盯着眼前的众人 随后正断身上的衣物 细嫩的皮肤也逐渐变成了光滑的鳞片 缓缓站起身的女人 此时变成了长着人类四肢的蛇 吞吐着的蛇性子 似乎迫不及待地想品尝 这些被吓得目瞪口呆的男人 俩人看到这一目只感觉腿脚发软 想逃却根本迈不开步子 最后这一切的结果 就是他们被蛇神所吞噬 尸骨无存 在解决掉绑架自己的男人后 蛇神优雅地侧躺在床上 挺着装了两个男人的肚子 宛如一个孕妇 静静地等待腹中的食物消化 而在等待的过程中 她陷入了沉睡 隐隐约约在梦中 听到了一位大妈的祷告 原来 这位大妈的儿子丹尼尔 是小镇上的警长 专门负责调查小镇 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 离奇死亡案件 所以一直沉浸在工作当中 而且她的妻子 虽然嫁给她多年 但因为体质的原因 一直没办法怀上孩子 而大妈又十分渴望抱上孙子 因此特意向蛇神祈求 愿意用自己的生命 来换取一个健康的孙子 起初 丹尼尔得知母亲的祷告后 并没有选择相信 毕竟她可是小镇的佛波了 怎么会相信这种离奇的事情 然而 第二天 她的妻子竟然真的怀上了孩子 但大妈真的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这使得她逐渐开始相信 蛇神的存在和力量 与此同时 麦克的绝症病情也进一步恶化 每天都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 所以她更加迫切 能够获得蛇神体内的预示 以此来改善她的身体 从而达到长生 然而 两周半都过去了 蛇神却依然没有出现 似乎并不在乎自己那被抓的老公 这麦克变得越来越焦虑了 不甘心的她决定采取行动 引诱蛇神过来 女人抱着奄奄一息的蟒蛇 伸出舌头跟蛇性子纠缠在一起 随后将蛇神缠绕在自己身上 两具躯体发出少而不移的摩擦声 他们的动作充满了激情与欲望 而女人却一脸的沉迷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男人冒了出来 她启动早已准备好的机关 将正在缠绵的蛇神用网兜了起来 她看着全身赤裸裸的蛇神 抓着她的狱卒准备选取地方 用力刃将蛇神开膛破肚取出狱石 好在此时的丹尼尔及时赶到 用手上的莱福击中了麦克的手臂 鲜血染红了地面 丹尼尔奋不顾身地冲到蛇神身边 将她从危险中救了出来 然而不幸的是 蛇神抱着伴侣时发现她已经彻底没了声息 这让蛇神内心充满了无尽的悲痛和怒火 她抓住丹尼尔的衣领将她举了起来 因为愤怒让蛇神变回了原本的形态 那条巨大而威严的蟒蛇 一对尖锐的獠牙从口中冒出 并发出痛苦的嘶吼 而她身上的伤口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 丹尼尔看着面前人身蛇尾的女人 吓得丝毫不敢动她 幸好 蛇神并未因此失去理智 她知道是丹尼尔拯救了自己 她抱起重伤的麦克 将她关进了一只玻璃箱内 让她亲身体验了被电击的滋味 这是对她无尽罪恶的惩罚 随后 蛇神抱起自己那凉透了的伴侣 顺着楼梯离开地下室返回了森林 她将自己的悲伤深深埋藏在心底 不久之后 在森林的某个角落 蛇神孕育了一窝蛇蛋 这是她和自己伴侣爱情的结晶 是他们爱的延续与传承 蛇神双手环绕着这群蛇蛋 侧着头缓缓睡去